好 我来看到的是呢 民进党版的MeToo事件开始发酵 从最一开始有女党工指控嘛 这个导演辉哥涉嫌性骚扰 接着呢有多名的党工啦 志工都接连跳出来 好 揭发说曾经遭到民进党内的人是性骚扰主管吃案 甚至是职场霸凌这样的情况 而且现在爆出了这个性骚扰的最大咖 恐怕是现在的总统府资政吗 好 来看到他以前是这个前国策顾问 那么呢 传出总统呢 目前是已经做出回应说 已经要求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为基础来进行调查 好 这个是时事评论员黄阳明他的这个爆料 他说呢 这个引述这篇报道是 某任职民进党的这个前女党工脸友 他是设为不公开的 这个脸友的脸书贴文指控小英之友会相当重要的人士 曾经对他进行性骚扰 对他摸腿席臀 好 他说呢 我就直接点出这篇报道中的 性骚扰加害者就是我提及的某现任总统府资政 好 不知道呢 总统府高层呢 要不要好好来了解一下整个来龙去脉呢 好 根据了解哦 被害者指控的受害的时间点呢 这一名相当重要的人士担任的是当时呢 他是担任是国策顾问哦 现在似乎是高升到了当到这个总统府的资政哦 那么目前的总统府的资政呢 实在有27位 有70位的国策顾问 是不是都应该要来好好的查一查呢 好 来看到哦 那么是小英之友会里面爆出了 有性骚这样的事情 而陈志忠呢 他身为荣誉总会长哦 他今天呢 是说啊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 会来了解一下 而且他说 性骚扰呢 不论身份 绝对都是零容忍的 好 那么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就说呢 即便会影响到选情也没关系 好 他说呢 两性平权是民进党最重要的一环 谁做了什么事情就应该要担当哦 他说呢 男子和大丈夫啊敢做敢当 他说呢 做了之后 还找律师来辩护 非常的可耻哦 他点名的就是 有一些加害者嘛 被点出来之后 原本是道歉的 没想到现在说要用司法 来捍卫清白 甚至要喊告 那么王世坚觉得这样的行为 好 非常的可耻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一些绿营人士哦 绿营的高层的一些反应 包括总统蔡英文 呃 他在被媒体问到喊话的时候呢 他是不予回应的 好 只有呢 昨天晚上在脸书上面呢 表达说最深的歉意 但是对于媒体的喊话 问到这个性骚扰问题 问到性贫的事件 他是都没有回应的 而至于来看到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哦 他今天呢 他是说对于性骚扰 或者是性侵犯的事件 绝对是零容忍 政府持续来加强推动性贫教育 另外呢 赖清德呢 他今天也是再次的做出了这个回应哦 他说面对职场霸凌以及性贫事件呢 绝对不必以大局为重哦 还强调大局为重 是不是要大家那个不要考量到选情呢 但是这样子说 难道就是不会有 子弟云三百两的问题吗 好 他还说呢 人身安全以及权力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来看到了这个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侯友谊哦 他是说加害人找律师说要告哦 若无其事的根本就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 他说我不谢 而且不能够放过 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 其实呢 在今年初呢 前原能会的主委谢小新呢 对于女性下属进行性骚扰 行政院调查属实 那么谢小新呢 也因此遭到免职 好 国民党团就提案要求 必须要整个系统性来检讨性骚扰制度的一个缺漏 那么国民党团呢 在1月19号哦 提案要求检讨修正这个性骚扰申诉调查处理的要点 法治上面的一个缺漏 请行政院通盘来检讨目前公务机关 性骚扰申诉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机制 但是呢 在这个表决的过程当中哦 反对的人数最后是超过了赞成人数没有通过 而投下这个反对的人是有58个人 通通都是绿委 包括有哪些呢 包括有林属英 林静怡 吴思瑶 还有范云这些呢 平常呢 在提倡女权的这些民进党的立委 好 兰尾这个曾明宗他就说呢 民进党真的是生病了吗 好 投下反对票的都是绿委哦 请你们出来要讲清楚 那网友就大力的踏伐了 网友就说台湾真的不能够一党独大 为何反对呢 难道你们疯了吗 好 那么呢 当然这个林属英 他也做出了回应来反击 他说呢 国民党没做功课 乱提过时的提案 还要来扣帽子 根本是睁眼说瞎话 好 他说了 国民党的政治操作手法 非常的粗糙 非常的恶劣 了解事件的详情要审慎的做处理 其实这个案子是昨天有一位 小英之友会的前员工 他在脸书发了文 但是因为他的文章没有公开 后来在很多的绿营的群组里面 因为他们的朋友会把他的内容复制起来 然后去传在很多群组 那我看到这个内容 他基本上里面其实提到三个 三个骚扰了的人 但是另外两个 我觉得那个样态也许相对来讲 对一般人来讲很轻微 那其实主要就是他的雇主 就当时小英之友会他的雇主 而这位雇主当时是国策顾问 现在是总统府资政 那他的骚扰的样态是 除了有言语骚扰 比如说他跟他的男朋友交往 他说你跟你男朋友 有没有赔税费 这是一个就是有言语骚扰 第二个就是跟他们 在处理公事的时候 他会摸他的大腿 他会摸女员工的大腿 那但因为他也许他是长辈 他们可能有时候都会觉得 这个就是摸摸摸 疼爱 然后第三个样态就是 他会洗臀摸他屁股 所以这是他描述的大概三个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曾经因为去参加同志游行 被这一位大佬说 你训斥说 你怎么可以去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你去想一想 小英之友会的人居然是反同的 那这个都是很荒谬的案例 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目前我觉得 总统府要好好查清楚 因为这个案子 第一个他是小英之友会 他是蔡英文的后援会 第二个他是他当时案发时 他是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现在是总统府的资政 总统府要好好调查 否则国家名气被这些 这个道德败坏的人把持 真的不堪设想 好到底是哪位总统府资政来涉嫌性骚扰呢 新美市员叶元芝就说 根据他掌握到的消息 他点名就是严志发 他也是小英之友会联谊总会的总会长 而他从这一连串的事情当中就质疑了 民进党根本就是越霸凌别人 官位是越升越高 小英之友会那个员工 现在公开是公开 他就出来指控那个严志发 严志发就是之前小英之友会的会长 对他摸臀摸大腿 甚至于讲那种很难听的话 他讲说你跟你 你这种人你不应该结婚啊 对不对 你跟你老公结婚 你老公有给你赔税费吗 你把这个人当作怎样 是当出来卖的 还赔税费 讲这么难听 这种就已经是言语性骚扰了 这个不只是言语性骚扰 这还是羞辱 你等于是把他认为是来卖的嘛 好那我就问严志发 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时他是国策顾问而已 总统府国策顾问 现在严志发是什么位置 执政升一级了 所以在民进党里面 你越霸凌别人 越加害别人 你的官升得越大嘛 许家庭后来 如果没有被抓 没有被 这个事情没有爆发的话 他也升官啊 本来是妇女部主任啊 他变成副秘书长啊 每一个都升官 对 那你知道为什么都升官吗 因为他们有功 为什么有功呢 因为这一些性骚扰案 如果被爆出来 对选举有害啊 会被人家发现说 我们民进党都是演的 我们之前演做什么 很照顾妇女都是演的 有害啊 所以许家庭你压案子有功 好不好 升女官 就不就是这样吗 好看到这个性骚扰的风暴 像是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 那么时事评论员黄瑶明 稍早也在脸书上面 发文爆料说 有网友就指控了前民进党工 这个加害者陈又豪 就他 这个为人非常的恶劣 而且呢 他情绪很暴躁 态度呢 非常的凶狠 犯下的恶行 已经不只是性骚扰而已了 包括是职场上的霸凌的暴力 好来看到的是呢 受害者就指出了 这是发生在2022年3月初 陈又豪呢 没有理由的用各种的脏话来辱骂他 甚至呢还把他拉到阳台去打人 还有说那个打电话 叫学长一起来教训他 那么呢 他其实回到房间之后 他这个把同为实习生的男朋友 也叫过来一起骂 并且逼迫两个人 好在他面前下跪道歉 磕头求饶 好这是2022年的暑假 陈又豪呢 在一个饭局 把他们同行的一名女实习生 带到同桌去喝酒 结果呢 他不但是这个好发疯似的 在开始标骂他 五字金啊三字金 好当着呢 这个十几二十个幕僚 还有党公职的面前 对他来进行辱骂 甚至呢意图要拿出这个啤酒啊 啤酒瓶 好塑胶饮料杯来砸他 不过呢 这个受害者表示哦 最终令他很心寒的 是虽然有不少的前辈 是帮忙在挡住这个陈又豪的 但是呢其实也有幕僚当场就说啊 是不是你太过白目了 好惹豪哥生气了哦 还说要这个到了酒 好请他要过去跟陈又豪来陪醉一下 好最终呢 他们是在这个某一位党公职的护送之下 和实习生呢 同伴一起逃了出去 跳上计程车走人 不过呢这一名这个党公职 他这个隔天就跟他们来进行道歉了 结束这一场的惊魂 好其实看到呢不只出现了性骚扰案 现在还出现了职场的暴力 那么呢这个当时的党主席哦 卓榮泰也对于针对近日党公 接连踢爆的一些案件出来道歉了 他表示说曾经这个为民主 曾经身为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对于党内发生过的违法以及不当的事件 他完全承受 并且呢向国人诚挚的致歉 以及自我检讨 同时呢他也向受害者来喊话 希望可以容许党来透过救济途径 来维护权益 也请所有的受害同僚都站出来 他承诺说呢一定会保护你 一定会接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